大家好 今天是我多燦力一天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我講一下傅文豪那件事 但在我講傅文豪這件事之前 我想跟大家讀一則新聞 九成九的旅遊業僱員收入急跌 年月來社會上的暴力衝擊事件 不斷嚇走了外地旅客 你也知道現在走就走不了 來香港的方法 坐飛機都受到很大牽連 雙貨生意一落千丈 作為香港四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嚴重受挫 有團體調查當前旅遊業僱員的狀況 發現9.9%的僱員表示 接待旅遊團的數目急跌 個人收入又急跌 平均跌幅高達74% 即你本身找開一百多元的話 利益只剩二十幾元 還有人面臨零收入 貧林經濟崩潰的邊緣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做旅遊業 無論你做導遊 帶團等各樣東西 其實你真的很直接 他不是出底薪 出一塊錢給你 然後你沒什麼做都會給你錢 很多時候都是分成提成 受訪者包括導遊領隊 旅行社營業員和旅遊巴士司機等等 千多名的重營員 資深導遊周女士說 原本旺季可以接團12至15個 收入可以高達3萬 但隨著這個暴力事件的橫身 收入每方月下 六七月的平均收入都不到一萬元 八月更加是零團零收入 面對旅遊業的急劇售創 所以他直言未來都不知怎麼辦 希望有飯吃 其實呢 老實說 我都講過很多次 現在一直這樣搞下去 你們說為了抗爭 或者上一條片 那些示威者和澳洲女客說 你是不是只在乎你自己 我們現在香港是否爭取一國兩制 高度法治 自由 這些廢話 但其實你現在是自己打自己 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爸爸媽媽 就真的因為現在這幾個月經濟的狀況 而受到牽連 分分鐘 家裏要租樓的 沒有錢交租 公樓的沒有錢公樓 我不知道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偉大 一天睡家你都覺得是應該的 這陣子我平時都有經常叫車的習慣 Wuber的司機都會 有時候會主動瞭起我說 就是說 真的收入跌了很多 他們舉個例子給我聽 就是本身可能 星期六日 其實是本身他們可能 翻個鐘數 就是確定了我 可能駕駛8個小時 9個小時的車 那天就已經會有千多元的收入 但是現在是星期六 星期日加起來都沒有 那我就問為什麼 我是不是因為那些人不出街 還是 就是減少了消費 兩個人都有 第一不出街 還有那些人 花錢花得謹慎了 就是現在 譬如你有一些 本身有些計劃 可能暑假會去旅行 或者你 平時可能都 使慣那種消費模式 現在都會卻一卻步 就是不會是 那麼放膽去消費 還有整個社會氣氛 其實是會令到 你不敢去花錢 你會怕 突然間有一天 我會不會 過了兩個月 公司會裁員呢 因為經濟受影響 然後可能自己就 很結局 所以你看到現在 他告訴我 就會少了很多人叫車 連同平日 也不是只是星期六日 平日 現在的人 平時可能一張單 平均幾張單 裡面都會一張過百元 現在是連過百元的單都沒有 變成 全部都是一些 一些小銀碼 或者是整個 全部的單都是少了 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其實 真的 現在一直搞下去 不用很久 我想可能八月尾 或者九月十月 這些中數 兩三個月之內的事情 會很快看到 那個 後患 就是 例如要炒人 有公司會炒人 一些中小企 他們會倒閉 或者一些可能餐廳 開在那些地點 根本可能已經 這一兩個月熬不到 其實你一兩個月熬不到 很多公司都已經不行了 即是就會接了去 即是不想再拚這個風險 那麼 我之前說過 有些街鋪 他們是劈價 即是本身放鋪的 想賣掉它 他們本身可能都要套現 急套現 現在是不理 照劈 其實去到最後 即是 受損的都是普通人 都是普通平民 即是真正著數的 可能你本身有個錢 或者你是所謂的有錢人 到時候到處都是便宜貨 你又 即是回去以前香港 可能金融海嘯 那時候零幾年的時候 那種蕭條 即是 其實很恐怖 大家想一想 即是 這個 這個 現象 這個畫面 我想可能現在的 2000後 你們是沒有印象 沒有經歷過 你們那時候 可能還很小 那麼 是的 一起來看看 副文豪這個事件 那 他就是 一個中國媒體的記者 那 這條片一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被人在砌 不停留下來 他已經被人脫下了 就是 聽說他已經露了出來 所以 有人把他蓋上 你也知道 那些小威姐最喜歡 裝了一些很有人道的東西 即是打完你 然後 放下錢 打完你 然後 然後 再放下錢 打完你 然後 你也知道 幫你包紮那些 那些 現在他們用那些索 即是平時用來索 那些鐵馬 索住他的手 和腳 然後 打開 人家那本 應該是那些 那些 是否是護照 唉 真的很侮辱 很侮辱人 其實這個動作 還有你有什麼權力這樣做 這些是人家的財產 那麼 那麼 這一句 記者 其實現在 我覺得他們是砌 砌什麼人 基本上是砌大陸的人 即是 你剛剛下機的人 總之 你是中國人 他就會 寄一些人過來 生氣著你 有個胸口 對你 廢青最喜歡做這些動作 然後 就引你去 還手 然後有很多人這樣砌你 推你 所以 我想 十幾條片 之前 我已經跟大家說 大陸人不要來香港 那時候你們會說 我說得太誇張 那現在 真的證明到了 那在他受傷之後 那 那 有這一條人出來說的 對於這個 傅國豪先生 他被打的情況 我們 川普同行 也是 昨天通過電視畫面 瞭解到的 當時看了這個畫面 感到 非常的驚驚 非常的痛心 也非常的憤怒 所以 傅國豪先生呢 他是內地的記者 他來香港採訪 是通過合法的推道來香港 他也是 進行正當的新聞採訪 所以他的採訪自由 和人身安全 是應該得到保障的 但是呢 這些 打著 自由的旗號 天天到處搞事的人 卻對自己不喜歡的記者 進行 非法的拘禁 甚至進行 殘酷的毆打 你們都看到了 真的是 非常狠心 非常的暴力 我們真的是 無法容忍 非常的氣憤 香港呢 是一個 法治社會 現在不是 我們作為記者採訪 是受法律保護的 我們已經 通過 其實公開這些聲明 或者譴責有什麼用 要求香港的警方 要對這些大人的暴徒 好像每天我都看到一些 官媒啊 或者是 哎呀 嚴懲什麼 打什麼 這樣 就是 什麼高度 什麼譴責啊 那些 其實 我也不太知道 有什麼用 反正現在 我從開始 都會覺得 中國會不會出手呢 我也做過一個投票 一個投票 其實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是不會的 以中國的那種 你當然會覺得 共產黨很邪惡 很暴力 其實你真的有認識 中國一些 的 傾向 政治傾向 所做的 其實我不覺得 大陸會做任何事情 就是有得香港 這樣 有點像當時 2014年 當時的雨傘革命 那個做法 是啊 還有一群人說 共產黨很恐怖 其實 哈哈 他們恐怖的共產黨 是啊 然後這個是 傅文豪 他 之後 出來說話 非常感謝大家 我這個 沒有受到致命傷 就是頭和手 比較疼 然後 因為這個 醫院這邊 怕影響到醫院工作 所以我不太方便 立刻接受 其實他真的很勇敢 真的 而且你看到 大陸人的 行為模式 那個表現 其實跟香港人 真的很不同 這個也是我在現在大陸 認識到 新一代 當然是有讀書 不是鄉下的人 他們真的很理性 好像我有個朋友 被人搞了很久 被他自己開店 他還是很冷靜 很理性 很少會見他 他有自己的感受 他會跟我說 就像我這樣 我自己也會遇到很多問題 我會去說 但是不會去 發瘋 遷怒 在其他人身上 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是的 那麼 傅文豪這件事 我覺得不會是唯一一件事 之前我有條片 也是有個 中國的女記者 也是在地鐵站 也被人圍 然後陸陸續續 其實你們一直上網自己看 也有很多 中國的遊客 一下機已經 不斷被人挑撥 他們就算逃走也沒有用 他們就會說 你打我你打我 其實自己撞過去 是的 所以也有一句 我覺得 目標不要來香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中局 就是 很建議大家 如果現在要飛 我自己也要坐飛機 我全部都是由大陸出發 最近其實你可以去深圳 或者去澳門 那不需要在香港機場走 那我覺得大部分人 如果你們去深圳 就是去保安機場 都不會一個太遙遠的道路 就是 可能要做多一兩個小時 出門口 但總好過你在香港機場 走不了 那我看到很多那些女客 就是那些外國人 哭了口 在機場那裡求示威者 給他過去 其實我真的很想跟他說 不如在深圳 即現在馬上去深圳 即現在馬上去深圳 在溶港豬肉大橋過去 然後 在那裡馬上 在櫃子裡買一張機票 其實這樣就不用 又哭又哭又哭又行 這個給大家一點點的建議 我現在身邊所有的朋友 基本上 尤其是回大陸工作的人 基本上都不會在香港走的了